撒喀都當中 還有一個關鍵角色是柯文哲 因為本來傳出 這一場選戰當中 陳曉玉要去尋求柯文哲的協助 又是一個藍綠 白 對決的撒喀都的形勢 不過柯文哲在台北的 這一場補選挫敗之後 這個計畫恐怕也就不會推動 如果這個計畫沒有推動的話 不是藍綠 白 就是藍 大綠跟小綠的分裂 是不是其實讓謝龍介是有機會 對 我覺得這一次 我們看到在2018的 縣市首長選舉 大家都在看高雄 高雄其實這麼綠的一片 叫翻轉高雄對不對 補選的這一役 我覺得大家一定看台南 台南如果謝龍介拿下這一席 也叫做翻轉台南 因為一片綠有有的 這個縣市首長還有立委 都是他們的台南 可以被翻轉過來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 這個整個補選 大家所有的焦點跟資源 就是會放在台南這一席的補選 所以其實龍介兄 他擔負的壓力其實也滿大的 但是我認為他有機會挑戰成功 為什麼 事實上我覺得這一張圖票的 參照價值已經不高了 應該要放2018 把黃偉哲的得票率就是拿來看 因為政治的環境瞬息萬變 從2016到2018大選 這個整個九合一選舉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政治形勢已經翻轉了 也改變了 所以用過去的預測 來看2019的補選 我覺得已經不準了 龍介應該有研究 就是2018的這場選舉當中 在這個選區差多大 高斯伯只訴防偉者2萬多票 才2萬多票 對 所以我覺得用最新的去年的數據 才是比較貼近現實的 翻轉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韓國瑜他帶動了一個效應 韓國瑜很多人也說 他去高雄選什麼 又不是高雄人 他憑什麼 他憑什麼可以去翻轉 整個民進黨 很多人在選前823之前 大家說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但是韓國瑜他做什麼事情 他去跟勞工 剛剛龍介講的 他一樣 他跟勞工 他就是蹲下來喝小明酒 聽勞工要什麼 一開始很多店家 也是掛著綠色招牌說 你韓國瑜不要來吃 我沒有歡迎你 但是他幾次之後 跟這個人接觸之後發現 不一樣 你其實了解我們 我剛剛在聽龍介兄講的就是 同樣的感覺好像回來了 就是說韓國瑜在做的事情 現在謝龍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他只是之前他沒有走出去 跟這麼多人廣泛的接觸 所以大家對於國民黨 有個刻板印象 是對他不夠了解 但是因為他現在有全球 全國知名度 大家從媒體上 對他已經有一個印象 覺得這樣不錯 講話很趣 然後親和力也很高 但是跟他們開始接觸 最後發現說 不只這樣子 還很了解我們 自己不是作農出身 也不是漁民出身 但是怎麼這麼了解我們的產品 而且有那個熱情 要幫大家把這個貨賣出去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傳播效應 真的不要小看 這個是 特別是這種鄉下地區 一個人可以傳十個人 十個人傳100的人 你知道那一種口耳相傳說 都跟人不錯 其實他怎麼樣 就像他剛剛講的 怎麼會有人就開始很熱心 帶著他說 我來介紹 像… 給你實在 真的 在這種鄉下地方 不要小看這種人際之間的 傳播的力量 我覺得那個擴散效應 其實是會很強大的 所以我認為 謝龍介這次有機會 就是有機會在第一個大環境改變了 過去可能在這麼深綠的選區 大家喜歡談政治 也少碰經濟 但是現在龍與民覺醒 談那麼多政治有什麼用 經濟才是他首要的選項 所以韓國瑜的營 也是來自於龍與民的覺醒 他們覺醒之後 他要一個要拚經濟的 我覺得這樣的覺醒 只會在高雄覺醒 絕對不是 我認為這是個普遍的現象 雲林也翻了 雲林也是龍與民很多的地方 台南這個區 如果說像剛剛龍介講的 這麼多也是龍與民為基本的 這個基本盤 我覺得大家的想法 會是區域一致的 我們想要改變是說 選一個真的來幫我們 爭取更多權益 而且有能力幫我們 把產品推銷出去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南跟高雄這麼近的話 他可以一加一大於二 就是大家也會看到說 謝龍介當選之後 他比較容易可以幫我們爭取 搭上寒流的這一個 把東西賣出去的效應 所以同樣一票投給謝龍介 跟投給郭國文 我覺得龍與民自己都會想 是有什麼人對我們比較有幫助 有什麼人後來我的東西賣出去 就是隨便想一想就覺得 這樣子投給謝龍介不錯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其實龍與民如果真的仔細跟謝龍介接觸過 然後想過之後 我覺得大家都很聰明 民進黨想要框著說 又是拿這個什麼抹紅的招數 說他跟這個什麼大陸走很近什麼的話題 我覺得這個相對的 在現在大家經濟意識抬頭底下 政治的效應其實會降低下來 所以剛剛大老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過去在這樣子的地方 國民黨沒有辦法取勝 我覺得過去的國民黨的確沒有學習到說 我怎麼跟龍與民站在一起 我怎麼我所有的訴求都是告訴他說 我來幫你這件事情 現在你剛剛從這個謝龍介的講話 就聽到這個味道不一樣 他口口聲聲講的都是 我怎麼樣來幫龍與民把貨賣出去 我怎麼樣把他們爭取 可以賣到更好的價格 連他的競選的這個招式大會 他都已經想到了 大家來拜託 對吧 我們把沙發肥 我們把所有的農產品都擺擺出來 然後透過一個傳播的效應 不是他個人的造勢大會 而是變成是一個龍與民銷售的大平台 然後透過轉播 然後也讓大陸可以看到 所以一個人的想法改變 然後開始接地氣 開始跟龍與民站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那個力量就出來了 韓國瑜只站台了一次 結果陳兵府只輸了幾千票 如果這一次站台三次 應該是就贏沒問題了吧 貝菊 台南的第二選區 從2008年變成單一選區制之後 就是三屆都是黃偉者 在2016年的時候 甚至難過了76.47%的選票 所以大家都說他綠到出資 可是除了寒流以外 我會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龍流也不容小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清水經驗 龍流跟寒流 我這個是使用者消費反饋 對 我比原資幸運 因為龍街議員在我初選的時候 有陪我去掃街 大家知道我們這個文山 一般認為它是藍大於綠 但是我們選區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其實攤商都是綠的比較多 奪綠呢 甚至這個會長 曾經跟我們開玩笑 我們去辦活動 他說還好你們是今天來 今天攤商自強活動 大家幾乎都不在 言下之意就是說 比較不容易被嗆這樣子 所以當時龍街議員 陪我去掃這個選區的時候 我是掃這個市場 我是有點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我擔心 他千里迢迢來幫我掃街 結果萬一我被當地的人嗆 對他不好意思 結果我的擔心真是白費了 從賣豬腳的 賣香包的 賣茶的 我們攤議員明明到別人的選區 可是他跟每一個攤商 都有話聊 而且都跟人家聊的 我真懷疑 他們是不是本來就認識 每一個人他都聊得很投入 甚至到現在 已經過了半年多了 我有時候去 他們還問說 攤議員好久不見了 什麼時候再陪你來 或是有人會說 就是上一次謝議員 陪你來的那個人這樣子 所以除了寒流發威之外 我相信龍流自己也有自己的動能 兩股河流之後一定會有 很讓大家意外的表現 郭國文是這樣子 他2010年跟2014年 其實就是當地的市議員 我覺得他比謝議員有一個優勢 因為他議員的選區 跟立委的選區是重合的 新市的部分 然後還有永康 所以他選區是重合 這一部分是他的優勢 但是他也有他的缺點 因為他剛剛原子也講了 他到中央去當官了 所以他跟地方的連結 斷了兩年 大家都知道這種地方型的明代 一旦跟地方的連結 斷了之後 要再接回去 就要花一點力氣 說實在這三個人裡面 跟地方最深輸的 可能反而是郭國文 因為這個陳曉玉 他除了是民進黨黨代表之外 他也是黃偉哲的後援會 青年團團長 所以代表他組織的動能是有的 如果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陳曉玉還有一個問題 黃偉哲雖然固然是他的優勢 可是黃偉哲自己的票房 也在下滑當中 就來談今年的選舉 過去在2016年 全台南最綠的就是麻豆 麻豆在2016年很恐怖 民進黨拿下了83.51%的票 可是今年 去年年底只剩下48.57% 已經嚴重的往下掉了 更不要提黃偉哲 自己在台南的支持度 將近剩下不到4成 所以雖然陳曉玉 有過去跟黃偉哲的淵源 可是在大環境的影響之下 再加上他們兩個又分裂 我們有寒流加上龍流 我相信這個局勢 所有的人應該都是滿樂觀的 哲流已經退色 龍流跟寒流現在正當道 這一個半月 這個對於龍界來說 是一個很艱難的一個戰爭 因為這個不容易打 但是我覺得機會是存在 我們看台北市這一次的投票率 就是三成 台中是2成5 就是25%左右 所以他的一般來講 政治熱度比較低的 政治參與感比較低的 或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中間選民的話 那麼顏色色彩並不強烈的人 他們去投票的可能性會下降 顏色色彩比較強烈的 他們去投票的可能性會升高 我們從台北或是從台中 這一次的選舉我們看到 這麼低的時候 那麼這個基本盤 就是藍綠的最基本盤 就會浮現出來 因為他透過他們的動員力 那麼會展現出來 雖然國民黨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的基本基礎並不強 基本盤也不強 但是我覺得龍界的特性 是在於他的高知名度 這個不是空戰 這是高知名度 這個高知名度 就是說他透過媒體不斷的 在去訴說他的政見的時候 其實觀眾也就是這個地區的選民 對於謝龍介的認識並不陌生 因為常常看 天天看 那麼不管在很多的地方 都會看到謝龍介的時候 聽到他講話 聽到他講話 聽到他對於很多事情的 一些分析看法的時候 他的熟悉度是很高的 相對來講他的選民 對於郭國文 或是對於陳小玉的熟悉度來講 那麼謝龍介對這個當地人的熟悉度 反而高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人都知道 謝龍介他什麼觀念 他什麼主張 他是怎麼樣 所以他一旦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跟民眾直接接觸的時候 民眾對他不會陌生 因為天天看到 常常看到 就好像自己家人 我覺得這是高知名度的一個優勢 所以他可以彌補他跨區選舉 所產生的這一些 有人說你跨區選舉 你不是在地人 你對在地是陌生的 他彌補掉了 因為當地人對謝龍介不陌生 一點都不陌生 因為一天到晚看到他 然後一天到晚聽到他的分析 一天到晚聽到他 在為台南人或是為台灣 或是為很多事情 來表達他的看法的時候 他對謝龍介不陌生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他的一個優勢 對 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優勢 但是我覺得 由於壓縮到只剩下兩層 多到三層的選票的時候 我們就會注意到說 民進黨的郭國文能夠拿下多少票 陳曉筠能夠守住多少票 所以三個人選舉中 那麼有一個人超過半數的機率 就下降了 就像台北一樣 超過半數的機率就往下走了 超過半數的機率往下走的時候 我們就會留意到就是說 這樣的話 對於謝龍介的機率就上升了 也就是說高知名度 再加上他一直為台南人發聲 為當地人發聲 我覺得他的殖民度就上 他的勝選力就上來 但我為什麼會說 很艱苦的一場仗 因為這場仗 民進黨經營了很久 所以你們看他們會分裂 會分裂就是因為陳曉筠 也會覺得他有可能會贏 也就是說他一定掌握 他自己的一頁票 民進黨也覺得郭國文 他有他的基本票 應該不會流失 但是我覺得 按照過去的選舉的情況來看 尤其這次九會議的選舉 的情況來看 我覺得民進黨的票在流失 也就是在往下走 另外一個談到一個最後的一個 我覺得棄座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棄座在台南 剛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也就大陸對於台南的 很多棄座開始在推動的時候 確實台南的選票沒有反映出來 但是由於棄座 在私募宇的棄座這個部分裡面 讓台灣的私募宇的價格拉高了 也就是由於大陸的基本訂單已經訂了 台灣的私募宇的價格拉高 拉高以後 在台灣很多台南人 他們就覺得 這個棄座對他來講不見得是有利 不再繼續棄座以後 我覺得那個私募宇的價格 有在往下走的時候 我認為對於台南的 很多的漁民的養殖業者 他們認識到說棄座 其實對他來講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說大陸的市場不能夠丟掉 也就大陸市場要抓 然後他本身的價格 可以賣到比較好 如果大陸市場沒有 他的價格本身 可控制性就會比較差 我覺得這個是認識上的一個轉變 產生了以後 所以當謝龍介 這一次帶著龍魚民 到大陸去推銷 他的那個龍魚產品的時候 你看給郭國文很大的壓力了 郭國文就被迫必須要回應 因為很多人就在問說 那你的 你怎麼幫我們把龍魚產品賣出去 所以郭國文他被迫回應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要國際行銷 但問題就在於 你如果能夠國際行銷 你早就行銷出去了 也就是說你根本沒辦法國際行銷 民進黨根本沒辦法國際行銷 台南市根本沒辦法國際行銷 所以這樣的一個 郭國文被迫回應的國際行銷 我覺得對於這個地區的 龍魚民來說的話 他的效果並不強烈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變成是 龍界到最後的時候 怎麼樣讓當地的龍魚民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大陸這個市場不可以丟 你在台灣的市場跟 東南亞的市場再把它拉上來 你才有更好的條件去談 但是如果你大陸市場沒有 你本身在台灣的市場也好 東南亞或是國際的市場也好 你談的條件並沒有更好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你